也是走向成年的开始 18年前的今天 是你来到人世的第一天 妈妈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你一双精灵般的眼睛 东张西望 你是漂亮 那么小的你 听着妈妈的呼唤 你头转向妈妈 好像听得懂的样子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变化 每一刻都给妈妈留下了 最美好最幸福的记忆 记得你两时半的时候 第一次从你上幼儿园 妈妈看到你和其他的小朋友 玩游戏 玩得很开心 妈妈在外面偷偷看你 玩着玩着 突然里发现妈妈没在身边 哗的一声哭着到处找妈妈 可是怎么哄也哄不住 那天是你独自离开我的第一天 妈妈也流着眼泪 跑着离开学校 你从小就很独立 上学成班就不要爸爸妈妈的接送 自己上学放学很是乖巧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很认真的做作业 因为你的好习惯 妈妈从不操心你的学习问题 在别人眼里 你也许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你从小得到上天的眷顾 年少成年 但是妈妈更觉得你是可怜的 从小就没有跟同年人一样 他们有幸福的同年 你没有 妈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看到你因为跳舞累的回家 老头就睡和练歌 练到声音撒哑的时候 妈妈唯一可以为你做的就是 偷偷 对着你擦掉眼泪 在你日积月累的努力下 终于有观众关注你 你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也越来越发更苦恋 你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和你失去的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爸妈知道 儿子作为你的爸爸妈妈 我们很高兴 你终于长大成人 同时也非常的不熟 因为你即将离开我们的女意 独自飞行 希望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希望你可以拥有一个无忧的人生 我最亲爱的儿子 希望你记住累了 倦了 家里永远为你亮着灯 热着饭 爸爸妈妈祝你18岁生日快乐 平安幸福 长大了 给他一点时间啊 给他一点时间 我看到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环节 其实我从小跟我妈妈沟通特别的少 我跟我妈妈也是 就是经常在家里边就是 见一面也说不了女人话那些 我们让小凯平复一下心情 我觉得这是感动的泪水 幸福的泪水 其实我特别不想在很多人面前哭这样 就是 确实是因为 忍不住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把你害哭了 就是因为我爸妈跟我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直他们在忙他们自己的工作 我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 爸妈就是一直默默地支持我 也不会跟我讲太多的一些心理话 所以这次是我第一次 就是听见妈妈跟我讲这样的事 就真的还是特别感动 其实你也 你不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都很像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性格吗 你刚刚讲到一点 你说妈妈其实不太会讲这种话 其实你有的时候也不太会 不知道该去怎么样表达自己内心 很真实 很透彻的东西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害羞 但是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是你18岁的成人李 从今天开始 你要一个人去外面闯一闯 展翅翱翔 所以在这种时候 妈妈会跟你讲一些自己的内心的心理话 而且我说句让你开心的好不好 我今天 偷偷地看到了一眼你妈妈 我发现她比六年前 年轻多了耶 谢谢 谢谢她 谢谢她 所以这样吧 今天在台上我们也不要讲很多了 回到跟爸爸妈妈见面的时候 你可以好好地质问一下你妈妈 因为我特别不想在我爸妈面前哭 对 但是 因为 因为我就是长大之后很少在他们面前哭过 我也不晓得在他们面前哭过 你可以质问她呀 平时为什么不跟我讲这些 他们真的很爱你啊 其实今天我相信你就是最最幸福的那个人了 你先平缓一下你的心情 因为 因为 接下来有 除了有爸爸妈妈的祝福 有粉丝的支持之外